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我们不能随着世俗的这种红尘当中的这种观念 而随波助澜 就像海面上的浪花一样 诚和佛 实际上都是在你的内心 所以佛菩萨让我们的心念要注意 有几个关键的重点 佛菩萨让我们要记住 你要怎么样修正自己的心 第一要常问自己 你有否贪心 你做错了多少 你今天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情 你今天恨过了多少不该恨的人 你的心散乱了 你今天有没有宽大的胸怀 你今天的心是不是精进了 你今天有多少是因为你杂念影响着你的正思维 而你用自己内心的观念 来解决它 解脱了自己的不正的观念 所以菩萨让我们常观自己的内心 一个修行人 一有念头 就要关照这个念头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念头随时出来的 心中出现了贪嗔痴 散乱狭小的心念 然后不安稳了 不解脱了 你的分辨意识也开始糊涂了 分辨不出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了 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良心 平时还可以 但是问题你 一有分辨意识的自私狭隘 散乱 或者贪嗔痴 你马上就分辨不出 这件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 明明你应该做好事 众善奉行 你说我现在 修自己 我自己还没修好了 我怎么帮助别人 你马上就消除了 自己的善念 你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恶念 慢慢时间长了 你就恶念随身 所以我们要把不干净的念头去除 转成敬念 就是干净的念头 我们要制止任何 不善的心事 心里的意识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